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中晚上好 欢迎来到Coinite 我们社区制作全网KOLVIP收费信息聚合的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单信息 好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行情 在9月26号的时候 我的视频封面是所有人都看空 小心狗装回马枪 然后在27号的时候庄家就拉起来了 前天的视频我跟大家说多金还会继续上工 这些信息都是KOL大佬们告诉我的 我不过是把他们的观点复述出来 大佬们确实是有两把刷子 比特币从我26号做完视频开始 从最低26,000最高涨到了27,300 突破了之前柳大说的27,100那个上不远线 目前比特币在26,900附近震荡 9月份马上就结束了 那接下来10月份比特币后面会不会一波爆拉呢 能否再拉回31,800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各个博主最新的观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提阿费罗 提他的昨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说 接下来留意这样潜在的123 如果突破前高站稳 第一目标位是比浪 提大化的前高是27,484那个地方 昨天的时候大佬们都在看这个点 因为这个位置是之前的前高 如果能突破并且站稳的话 比特币就有可能继续往上攻 突破27,200到27,700那个关键阻力位 次穿27,814 这样的话比特币的上升趋势就会形成 好这是提大的观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Jason 他昨天晚上8点半的时候说 有几件事 我们在这个价位出现了看跌的CV底背离 如果我们很快有大动作 我不会感到惊讶 目前BTC最明显的交易设置有以下几个 如果我们以昨天的高点为基础 加上看跌背离和确认CDW 这也将是一个有效的空头设置 相当于Jason是让大家在26,789去开一个多单 昨天确实一根针最低差到了26,617 随后在27,487那个地方 他让大家开一个空单 止损的话放在27,874 这个止损位非常的科学 最终止盈位的话 他放在25,822 随后在今天凌晨3点钟的时候 他说 嘿小伙伴们 周末我不在 这一周过得不错 希望比特币能够继续保持良好的波动性 愿上帝保佑你们 周末愉快 好 这是Jason的观点 相当于的话 他认为会先上涨之后 然后再下跌 Jason赌的就是突破不了 那个关键阻力位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波浪理论 刘玉东 他在昨天上午11点钟的时候说 武王伐咒时 江子牙派挪扎和黄天化作为先锋官 如果看到挪扎和黄天化先冲了 江子牙的中军随后就会出现 9月30号到10月5号不更新 好 柳大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明确啊 就是目前这轮上涨的话 柳大认为是先锋军啊 是在测试空头的力量 接下来江子牙的中军就会到 目前只是小鬼 挪扎和黄天化在前面哦 大家敬请期待江子牙的出现 还有就是柳大去过节了哦 六天看不到柳大的信息 那我们就看一下他昨天对比特币的观点 他说橙色虚线是6万9下来的趋势 每天都在下降 昨天说了多头很有可能努力冲击一下 但必须带量突破它才是有效 果然冲击并短暂冲破了橙色虚线 但收盘未占上且成交量并没有放大很多 随后几天可能横着过去橙色虚线 黑线是绿线的回撤 从红点开始仍是黑线回撤的一部分 黑线结束后会再次上涨 跟绿线同一级别 刺破红色虚线27,877才能假设黑线结束 否则的话做此假设不稳妥 好这是柳大对比特币的观点 整体来说的话 比特币目前在这个虚线上方 长线来看在这个虚线上方的话 多头就要强一些 但是必须要带量突破 一口气冲破27,877 这个点也是Jason空单的止损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柳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看一下图表冠军Daniel 猥琐的Daniel 在前天上涨的时候 一直让大家不要做空 随后在昨天下午3点钟的时候说 一觉醒来一夜涨势喜人 不打算做空27,000的阻力位 至少希望看到9月19号的高点被突破 他所谓的高点就是提大话的那个27,484 随后他说 因为对我来说市场没有疲软 所以没有疲软的时候 我宁愿不尝试做空市场 在BTC上 我们刚刚突破了区间POC 而在ES上 他也在向上推动 是的 从8月29号所有的高点区域都是如此 随后在昨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 他说我刚刚注意到了这个高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看跌CV底 我个人不会在这里做多 尽管我希望更高点出现 接着他说 说起我能够看到的唯一多头设置是区间低点假突破 而且只收回区间VAL时才会出现 他认为可以在26,800附近去开一个多单 然后他接着说 您希望看到收回的原因是 如果我们从区间低点击穿 而且没有收回 则可能会迅速下跌 值得一提的是 有了回收的额外保护 您还可以设置止损点 然后在昨天下午5点半的时候 他说以太坊再次成为最大VAL 建立更多的看跌CV底 这一空头交易设置实际非常有效 有充分的技术理由进行提价 相当于Daniel给了大家一个空单 他让大家在26,997开空 最低的话看空到26,000 止损的话放在27,427 Daniel这一单 赌的就是不会突破那个前高 他给完这单之后 接着说 是的 这将使他们失效火箭 我仍然主要关注BTC USD Bybit的订单流 是的 如果我们真的一路下跌至目标点位 那么这将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位置 可以在此寻找一个反转多头交易 100多SFP的影响 ETH对BTC再次处于主要SR水平 目前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不错的交易 但突破并收复该水平 对多头来说 是获得更大上涨空间的关键 大家都知道 最近ETH涨得比特币要多 开多的话 开ETH比较合适 随后昨晚9点钟的时候他说 是的 我还在做空交易 火箭们 然后在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 他说继续进行空头交易 尚未启动多头交易 我现在就以26700美元价格买下它 因为这是区间低点 我很乐意支付这一点 相当于他让大家在26700左右 附近去开了个多单 随后他接着说 现在我将设置止损 获利1 然后等待目标 获触及止损 好 相当于昨天在26700那个地方的话 Daniel把空单平了一部分 随后开了个多单 剩下的他会拿到目标点位去 然后他接着说 昨天填写的SP 有效的多头交易设置 团队已经提示 之前他认为比特币会这样走 大佬看得很准 然后就击中了他的TPE 他说爱死他了 这几笔交易太棒了 直接收针就收回来了 吃了400多点 然后他就说 这就是我们TPE的原因 看看POC VAH区域的拒绝吧 对我来说 现在的空头TPE和多头TPE都已到手 再等待市场触及其中一笔交易的止损点 然后让另一笔交易继续运行 祝大家周末愉快 能与大家分享一些利润 是个不错的开始 然后今早9点半的时候 他说两笔交易今早仍在进行 等待下一次突破后再做交易 好这是Daniel的报单 Daniel果然非常的鸡贼 他的多单和空单的止损点位 开得非常的科学 这样双持的开单真的太漂亮了 多空双开开得这么漂亮 把多单和空单的止损位 都放到了关键点位 不愧是大佬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Daniel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舒秦 他在昨天凌晨1点钟的时候说 BTC交易方向空 入场价格27,400附近 信心指数6分 仓位建议8%乘以8倍 止盈点位126,000附近 点位2的话是26,800附近 止损的话是小幅突破27,700 然后在27,900附近重新开个空 这个更稳 暂时先这样 我睡了 其实在临近28,000这里做空是更稳的 我27,400会小仓位入一点 前高28,000那里会更加明确 好这书情的报单 这单止损的话可以放到27,800多 跟Jason一样会比较好 随后昨天下午2点半的时候 他说 祝各位宝宝们中秋愉快 梦想成真 好在这里我也祝大家中秋快乐 有假期的小伙伴可以回家 多陪陪家人父母 随后抒情在昨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说 有宝子在聊天群问我 SUI又上来了 可以做空吗 这个咱们两周前做空的 现在快解锁了 是有可能利空出镜 然后开始反弹的 现在再空不太稳 最近很多山寨币都在补涨 大家要注意一点 随后昨天晚上7点钟的时候 他说还好没让大家再空SUI 这个反弹好猛 一般咱们都是提前十来天入场 这就是来自于生死直觉 好这书型的观点 相当于的话 他是让大家开一个空单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区块链继续守 VB 他在今天凌晨的时候说 我们的目标点位 TB2是26,250 在下跌之前可能会有波动 今晚我们将在26,250点下跌时 建立两个空仓 他们是HIFI和AKRO 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丰厚的回报 随后今早8点钟的时候 他说亚洲公开赛的最新情况 相当于的话 VV认为 比特币接下来最高 就有可能反弹到27,300去 随后会下跌到26,600多附近 然后再反弹到27,000 就会跌到26,300去 他这个空单计划 什么时候会失效呢 就是一小时收盘价高于27,350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就启动计划币 计划币是平仓所有短线 并将长线仓位开至28,500 好 这是VV对比特币的观点 他认为的关键点就在 如果一小时收盘价 在27,350之上的话 就开多了 别开空了 这个观点非常通俗易懂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OPTI一小时的爆仓图 大家可以看到 空军的力量比多军要强 在27,000那个地方 有巨量的人开了空单 庄家涨回27,000 我觉得势在必行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全局爆仓图 有很大的量开了多 开空的量能跟多头比起来 就是小虾米 庄家只要跌到26,000去 就会把这一批开多的人全爆完 好 今天的内容分析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中秋节快乐 谢谢您的收看